小姐 冯尘已经进去了 他问问清河屏幕 也不然体验 废物 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出 别配跟我有婚约 清月 你只是来跟冯尘退婚的 何必帮他捉奸呢 虽然他是我苏清烈不要的他 但也轮不到那对狗男女来羞辱 你说他看到房间那个场景会怎么样 那个废物 除了忍气吞声 他还敢 真狗 我爷爷为什么让我嫁给这样的垃圾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这年我们马上都要结婚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确是要结婚了 不过不是和你这一条一无是处 而是和刘少 刘少身家几个月 你给他舔鞋都不配 好当初你救了我 我答应要照顾你一辈子 既然你现在有个归属 那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军 哎小刀 别着急走嘛 后天呢 我跟林林又在四季山中举个公里 到时候后 不得来货币洗手 但不然骑在脖子上拉屎 打个巴掌就算完了 他永远还是要肯定的 不然的话 刚才是我的 她是个贵人 对了 金月 你爷爷让你来东江 可是要跟他结婚的 你确定我跟她说 反正我已经让她看到那个女人的真面目 算对得起她了 你擅自退婚 小仙苏爷爷对你嫁怕死 站住 你们是 帅哥 清月费电心机 让你看清那个女人的面目 别说谢谢都不错 原来是你没跟我打这个话 有什么事吗 我是帝都三大豪门之一 苏家苏清月 来找你退婚了 你装什么胡说 这个是你爷爷十八年前留下的姓名 现在不归远 把婚书给我 爷爷是从前把我交给杨梦 当时好像有个小梦盒 他说你们是婚书十八年过去了 我竟然忘了 什么 你不想退婚啊 像你们这样的有钱人 我高攀不起 算你是算 你不想退婚 那你不想退婚 就不想退婚 你不想退婚 我在 Awards 是 你不想退婚 你不知道 不许 你不想退婚 鞋燕 小辰 玉佩结合 看来你已经承认和你接过我们冯家的传承了 鞋燕 成人好想你 你的父亲被帝都逃家所害 你的母亲 有数你被囚禁残娘 若你能 完全的领悟我的传承 别怒够救出你的轻生无情 得知所有的真相 鞋燕 切记在你没有不够的实力之前 绝不能踏足地独无步 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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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乎 学门医术 用心掀术法 这爷爷 我一定会去帝都 死人家 就学这 这里 便是你要的回数 算你是行帅哥啊 这里是一百万 那是 我提心月配的 不用 婚室已退我和俗家 从今以后再无半年华靠 不是太学 你怎么了 快把药给我 我好热 容易散开 坐手 他的病 是从梁胎里面带过来的 被压制了20年 已经到达了极限 如果你给他治下这里药 那我死 你因虚火望天使媒体 因为药物压制 你每次越试之时都会痛苦 舅啊我还要你才吃不饿了 我可以帮你治 但是我需要你躺在沙发上 把衣服撩起来 然后我的手 按在你的小腹上才能治 风承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竟然敢对柔柔占便宜啊 我闭嘴 我相信你 好舒服啊 嗯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消耗有点大 我的身体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凉爽过 风承 你好厉害啊 我不信 他只是用手摸了下你的小腹 就能治好你20年的完结啊 熊柔 他肯定是瞎猫碰到四号子 苏清月 你三番两次的时候 真以为我好欺负不成 我就欺负你了 怎么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清月我真的感觉身体好多了 你治好了一半 如果彻底质疑的话 还需要我练几个弹药这样 我给你一些配方 然后我去练丹 你个屌丝啊 你小说看多了吧 还练丹 你走不飞升啊 罗罗 我不要相信他 他就是个生物 骗子 你们什么人 你就是冯臣 有何贵的 刘尚说了 你打了他一巴掌 他要剁你两条腿 然后把你的勾腿伸出来 他有没有王法 王法 哈哈哈哈 告诉你 在这南城 爷爷我 就是王法 动手打的 下子我告诉你 你今天死定了 这是男子 还没人敢斗我虎爷的人 是吗 杀虎 好威风啊 杀下来 小心 别让他杀了你 你 你这是在关心我啊 敢对我的朋友喊打喊杀 蒙山虎 你是不是活你了 臭表情该侮辱虎爷 你闭嘴吧你 你会咬死是吧 会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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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善家大小姐 过过过过过去 过去 善小姐 我我我 我有眼无助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你是是是饶我一次 方察 你你想怎么处罚他 方学长 我下了眼了 你你饶我一次吗 算了吧 饶他一命 下次不要再来托我 还不快滚 哎呦 过过过过过把这个 你是善家大小姐 你好 重新认识一下 来上游游 风尘 你救了我 我该怎么办的 善小姐 四季山庄 是你的善家大 你想要四季山庄啊 那接我两天 两天内 私提成的所有的一切 我做对 可以吗 只是接两天啊 我明白了 明天山庄见 我会让欧阳华配合你的 喂 完成你的婚姝 明天看 怎么两封婚姝啊 若若 你的婚姝 这 这是爷爷给我订的婚术 你爷爷 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啊 嗯 爷爷当时走的突然 可能没来得及告诉我吧 但是 我爸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别想那么多了 那个屌丝 怎么配得上我们两个人啊 我相信我爷爷 若若 你该不会 要旅行赴面 你 一号 逢传电视身上的主员 盛小姐这 你有意见 想怎么干 欧阳华参见婚姝 欧阳姐姐 明天在山庄会有人举行婚姻 我会先来 好的婚姝不知道 老师 是 强哥 你自己穿妆 是善家没干净 如果善那小姐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可就太有面了 我们要欧阳婧女请跳 更好够上 啊 好啊 试试 我去找强哥腿 封臣你这个狗东西干嘛要来 你的腿竟然没有被砍掉 你身上火 这个背担心 哦我知道了 你追过来 是会得求饶吧 求饶 别太自语的事 你竟敢顶嘴 强哥给我教训他 四季山庄 我怎么动手 哎 封臣 明天便是我和林玲的婚礼 当然 我不再会来 我还会送你 沈小姐你好 我是刘家的刘一强 然后我们明天会在咱们贵山中举办婚礼 你看你到时候要不要赏个脸 我们刘家会看见不见 原来明天是你们两个婚礼 放心吧 你们的婚礼 我肯定会去探杂的 还会 是 就在一份大的 哟 那可真是谢谢沈小姐了 我们发达了 亲爱的我们抱着山家的大腿了 立刻把这个消息通知所有家族 有沈小姐参加咱们的婚礼 那肯定是一个旷式婚礼 星婚开乐 谢谢 刘少和郑小姐真是般配呀 是啊 是啊 听说 听说善小姐回来参加刘少的婚礼 善小姐不但会来 还要给我们诉说 虞少一定要帮我们引荐一下善小姐啊 嗯好说好说哈哈 蒙少 没想到你还真的来了 一会儿啊就好好表现 让我们乐呵了 表演的好了 也许还能给你这个田狗一块骨头尝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那我担心一会儿的表演 承受不起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们的婚礼 今天办不了了 风云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怎么让我的婚礼办不了 就凭你这个废物 你也不怕大婚傻的傻的傻的 这是谁呀 竟然敢来这闹事 强哥 一会儿给他的狗盆 让他趴下 当一条真正的蹄 好主意啊 我都要看看 这会儿那个肚子 在谁的身上 风产 对付你这种废物 根本不用我亲自出城 就能让你在江城 活到连一条狗都不配 哈哈哈哈 是吗 各位 今天是我刘雨翔大喜的日子 一会儿善小姐 也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刘雨翔抖胆 请各位 問我个娘 封杀这个风产 让他在江城 好 我会让他和他家人的银行卡 全部冻结 成为银行的黑户 刘少 他的水电就交给我了 全部关停 刘少 我会让他在江城 买不到一分钱的东西 多谢各位 风尘 你现在知道我们的差距了吧 你这狗东 还不快跪下 跪下来 把这些总体干净 心血 我还能 吵你 啊 敢让我吓鬼 你也配 你敢打我 来 给我弄死他 是谁这么大口气 在我四季山庄 喊打死他 欧阳兄弟 你来了 尽管在我四季山庄 闹事 真是好大的麻烦 欧阳兄弟 就是风尘这狗东西 他倒过我回眼 这不是不给您面子 这不是不给盛小姐面子吗 是吗 对啊 盛小姐 一会儿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这个人在这儿 只会脏了盛小姐的眼睛 所以我建议 胡说 欧阳华见过山庄之 哎 欧阳兄弟 他把这儿给我砸了 给我砸 欧阳兄弟 慢着慢着 这个山庄明明是盛小姐的 怎么会是风尘这个垃圾的呢 四季神庄办事 还用给你交代 这不可能是真的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砸 别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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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和你结婚了 善小姐一会儿要来参加我们婚礼 而且要跟我送她一份大礼 我可是善小姐 善人家 是 妈 怕了吧 风尘 我不知道这个欧阳华是出于什么目的 要来为公主 但是我告诉你 死定 对 善小姐才是四季山庄真正的主人 他了 你都会跟我们讨回公道的 哼 你们砸了我婚宴 就是这个善小姐的脸 善小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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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小姐好美啊 我感觉在她面前都抬不着头来 善小姐 您注意点 欧阳华帮着方针这个狗东西 他打了我婚宴 善小姐 你敢问我们做主啊 我今天 漂亮吗 漂亮 害羞了 我还以为 人家在你眼里没有你 你怎么会认为方针这个电影 如果他是废物 如果他是废物 那你们又是什么 善小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怎么知道他就是一无所有的废物啊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荡座 逼给冯臣带来的池子 今天 我要替他百倍千倍的讨回来 刚才你们 要帮助刘家 封杀冯臣 真是好大的狗蛋 善小姐 刚才是我们废话了 刚才林玉成是打着您的旗号 你才会胜大 这要点误会了 我马上把刘家所有的专货 全部冻结 对对对 我马上把刘家水灵器全停了 替冯臣出气 我冯臣婆婆就是一个垃圾废物 穷光带 你们凭什么帮他呀 因为 他是我的男人 我家里人总逼着我家人 你就当一下我的挡箭牌嘛 求求你了 不可能 他只是我不要的垃圾 怎么可能是你的男朋友 我的男人 也是你能侮辱的 这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这对狗的女人 不然 方水也不可能成为我的男人 冯先生 能被善小姐看上 肯定是人中之龙 郑民真是瞎了楼眼 这刘家得罪了善小姐的男朋友 真是自作你也不可活呀 各位 我正式介绍一下 冯臣 我善与柔的男人 今后 你们谁要是敢对他不敬 别怪我不客气 山主姐 毫无柔弱 我相信 你是最棒的 我到到了爷爷的长城 一定不是弱小的冯臣 配得上任何人 杀小姐 洪先生这两个垃圾怎么处理 侮辱我的男人 罪该万死 哎 哎呀不要啊 小小姐求你找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都死了 是他勾引我的 小小姐你原谅我吗 你是把我当个屁股了吗 我不想死 来人 他们给我再下去 杀 啊 公主求你看看咱们俩 在年的节目上 你冒了我吗 这 过去的三年师傅瞎了你 从今 离我恩断义绝 风臣 你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我 滚 快滚 我会 滚 快去快去 怎么样 开心了 往前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辱你 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 老公啊 快点 洪先生 你向小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安配啊 柔柔 你别被他骗了 把你个脏手给我拿开 喂 喂你来干什么 柔柔 哥你没那么伤 请叫我善于 清月子都告诉你 这小子可就是个混账骗子 鱼飞 你再想说我男朋友一句坏话 走私了你个不认 柔柔 你说了吗 我不是什么意思 他回来把你打你 我把你打我 我必须跟你去 哎 知道你现在不行了 那我可以等了 那你 这种家伙早早点赔吧 我们看 我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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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好门胡家的胡云菲 你立刻马上给我立柔柔云 别说一个亿 就算是十个亿 我也不会抬山 我也不会 你不过就是一个社会 你得费了我 给你妈一块傻 你找死 风承宁 清月 你敢打我 你不要敢动我们的一个投资 别说答案你 我杀了你都不会过 胡云菲对合你 就他妈跟踩死一只妈一样简单 怎么 胡云菲 你们胡家是要跟我们善家作对了 我让你 柔柔也是你能教导的 你是不是疯了你 胡云菲 我敢动我男人一根口话 我让你去人家有幸福的男人 你代表我要你们善家 爸也不会同意他做你的男人 不是不是 与你不关 公开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他保护着你很开心啊 告诉 咱们走着瞧 看什么看公告 风承你 你不要仗着柔柔护枕 你就胡作非为啊 风承你姐帅呆了好罢气 我好喜欢 善雨柔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 怎么你后悔了 如果你也喜欢上他 我不介意我们两个都到那里没有的 呸呸呸 他配吗 你可不要后悔了 善小姐 我只是做你的东西 你别说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连喜欢一个人都不敢说 那还能做什么大事呢 我抓紧你不会让我说 风承 我警告你啊 柔柔的追求者比胡云飞厉害的人大有所在 时尚点就滚远点 否则把你吃的骨头都不上 心愿 没有什么 怎么你害怕 他被吓跑了 他要是怕了就趁早不远点 我红尘 不比任何红尘 就凭你啊 你有本事的话 也不会被那个女人吹来了 我不是以前的汪汪费啊 这有学会 我会这么给你们看的 我会得起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不靠柔柔力量置办江城 我便信你 否则 行滚出江城 清队啊你公了吗 你敢吗 好啊 颜徽 我 我 我一定会修炼好您的传承 我会让你失望 去了草家 我会亲生不亲 留著我 你給我緩 Antes 葷看看 長講我 走 兩邊 either 媽推 洛 avoir西 ben 那是爺爺立下的婚約 如果我爸不同意 那他就是不下 你真是氣死我了 我真後悔 我就不該讓你看到那個婚約 現在說這些晚了 說說你該不會告訴他 你們有婚約的這件事呢 還沒有呢 我想 先享受一下 談戀愛的感覺 好吧 不過你答應我 一個月之內 不能讓他知道你們之前有婚約這件事 好吧 我會讓你看到他的真面 龍舌 來的這麼快 是不是想我了 來的這麼快 是不是想我了 柔柔你是不是又參名了 能那麼矜持 我願意 不不急的話 另一個個過兒給你倒了 我心臟 藥是不是準備好了 啊 在那呢 那我先去練蛋 慢著 徐少 請進 這位 這位是醫藥室家的徐大上 徐海 都從國外回來 專制各種內三米疑難大症 少小姐 你的病情我聽蘇小姐說過了 雖然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病 但是恰好我這裡有一種新研發出來的特效藥 應該能根治您的疑病 我只在這房間 中醫啊 那就是垃圾 他說兩個手指再按一下 就可以最好病 還什麼廣談戀單 簡直就是天方夜談 柔柔 你就讓徐少給你看一下吧 還是說 你怕逢塵 會跡穿啊 我 你好 你去他那邊 讓他給你試一下 我先去戀單了 哎 我先去戀單了 哎 沒有單龍 那就給我這個吧 怎麼才三顆呀 算了 應該夠實了 柔柔我醒醒了不要嚇我 柔柔 快醒醒了 你不要嚇我 徐涵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是我新研究的特效藥 可能是善小姐的體質問題吧 柔柔 你你放了善小姐 我要立馬送她去醫院手術 我可以 好吧 剩下的兩顆 你每日一顆 身體就會痊癒了 謝謝 又救了一命 你 你真會戀單啊 這就不讓蘇大小姐操心了 這不可能 他肯定是提前把藥拿好了 在這故弄不全虛 許少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你手上戴著這枚戒指 你家裡人也有一枚 是 我爸也有一枚 你怎麼知道的 你們家被算計了 如果不想你爸死的話 就把戒指摔下來 我幫你處理一下 說八道 你肯定是想謀奪我的戒指 才這麼說 你不先算了 反正 你還會來求我的 他就是個大騙子 我剛才在哪裡 我還不想Lovin 我剛才能看到我 你真是個屌子 連個小小的戒指 你也想他啊 你這個死女人 我死年很久了 你知道嗎 你先給我 好了好了 你們一個是我的好關密 一個是我的男朋友 你們兩個就不能和平相處 你怎麼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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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神 我知道錯了你就原諒我吧這 李晨 李晨他也是壓人 李莉啊他也是被逼的 死亡了 李晨 李晨 李晨他也是壓人 李晨他也是自己身上的主人了 我真的愛死你了 哪個你的造型 如果你要是怕 麵小姐生氣的話 我可以不要冥婚的 我甚至可以現在就把身體給你 你就原諒我吧 不行 你會後悔的 好 小陳 我不會跟他在一起的 那個山小姐是 他是我的朋友 好 太好了 哎哪天叫山小姐到家裡來坐坐 哎呀你爺爺啊把你託付給我 你要是不能結婚生子 我怎麼能對得起你爺爺的託付呀 媽 當年 你是怎麼比你認識的 當年 你爺爺好像是被追殺 渾身是血的躲到我家來 他痛苦之後就離開了 他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過完這一生 走 你說什麼 沒什麼嗎 你呢 這個 害我得罪了善小姐 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 连一个狗东西要落底下是吧 以前我怕你 现在 你们刘家被整个江城封杀 你算个屁你 给我打 不要不要 咱们找两球可以吗 你留一下 游眼无辜的幸福 去我们场子接客 倒是正好啊 啊啊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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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由不得你啊 虎哥我可以走了 想走 把他的腿打断让他爬着滚 走 胡少胡少救我 这两个人 喝饱了 是胡少 他他是江城顶级世界胡大胜 胡少您救救我刘家 你救了我刘家 以后我刘家就是您胡少的一条 好不好 胡少 胡少那那我就先走了哈哈 慢着 我刘家 我刘家 这上头六楼 就是东城的家 你上去 得把那小楼推给我打 我妈 我胡云飞现在说话不管用 胡少想要我的腿 自己来拿便是 我刘家 今天可没善与柔恶 还这么长啊 苏清月让我一个月是内十文 我便有拿你开刀 就凭你 我全会愣着干什么 给我弄死他 胡少 你们两位都是大人 这这这这这就饶了小的吧 我他妈给你脸是啥 你要是不动手 我灭了你们胡宝 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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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收拾我 大可亲自动手 打你 我发脏了 你不是什么 你们两个 陪他好好玩玩 不可能 他们都是搏击比赛冠军 这 垃圾 没看出来 那小子挺能打 能打有个屁用 你得罪了 我有你好受的 捏死你就想捏死一阵蚂蚁那么简单 却 识相 选一点 如果我不同意 不同意 杀了你全家呀 再说一遍 你敢打我 蠢祸 你帮了吧你连胡少都敢打 还不滚 别想走 我跟你没完 滚 你还不走 你还不走 我想跟你混 你说往东 我绝不 往西 哎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想跟我混呢 还是想跟善小小混呢 这 跟情和跟善大小姐 那不都一样吗 夫上 我现在可是得罪了那护育费 你也可不能不管我 我给你一个机会 谢夫上 你把这些符纸呢 你把这些符纸呢 给我卖了 冯正 你想卖什么价 这些符纸呢 都是经过我开过光的 可以抵制相当于高速车辆撞击造成的伤害 紧要关头可以救命的 暂时一张的话 定价十万 怎么 不能卖 能卖 这样 冯正 你这些符 我 我都买了 这 这有一百万 您稍好 不用 你就给我搞一些老药 比如 磷脂 磷脂什么的 打坐修行太慢了 有了老药 我修行的速度才能提倡 才能早点去地度 就会亲身母亲 好 冯正 您尽管房间都好消息 行 那我先去买菜了 嘿嘿嘿 您看 他这明明是敲诈 还想了别罪 别说一百万 就是一千万 只要能攀上善家也值 只不过是 这你妈在探呢 就这几张纸 就他们弄走老子一百万 所以 这几张废纸 全都扔了呀 再不是看在善小姐的面子 还这么弄死我 方黎啊 我警告你啊 你是罗罗远一点 凭什么 罗罗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我作为她的闺蜜 我不允许她受一点的伤害 我伤害她 她对你的好感 只是你治好了她的病 她只是报恩而已 并不是喜欢 你不要吃心妄想 你笑什么 苏小姐 我对你诸多人 完全是看在柔柔的份上 你不要不识她一句 至于我跟柔柔 能不能结婚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哎父亲 我们之间的婚约已经取消了 你没有资格在我的面前之处 多谢这次胡哨救我留家 那你们打算 报答我 但凭胡哨吩咐 胡哨 你想人家怎么报答你 想怎么答你 你又是在这种搜索 我就把人家的眼睛看 我乖 胡哨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要不是看你们还能帮我对方 房子 可这善家有什么可爱心啊 有我在 善家是善语如说的算吗 再说善少和善科蒙家 是 善三是善 善学书 我騙過 姐姐是不是你騙給我把告照了 我可沒那麼無聊 不過 馮辰能不能活到紅富回來 可就不好說了 什麼意思啊發生什麼事了 馮辰仗著你給他撐腰 他把胡云菲給打了 據可靠消息 胡云菲不了殺手 要殺了馮辰 什麼 啊這個胡云菲好大的膽子 連我的人都敢鬥 啊 去哪呀 你不去拍賣會了 去什麼拍賣會我要去保護馮辰 哎 我真是撥嘴 哲哲你怎麼來了 你沒事我 我沒事到底發生了什麼啊 小陳 誰來了 阿姨我是上雨柔 馮辰的女朋友 哎呦 好 太好了 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小陳柔福了 來丟下來吃飯不吸奶菜啊 哎 胡云菲還真是看得起我 居然還挺會殺手 你別忘自己臉貼心了 他是不想給雨柔直接起 我已經佈置了人 會有人24小時保護你和阿姨的 至於胡云菲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柔柔 不用 胡云菲和殺手 我不行 就憑你啊 小陳 哈哈 哦 傻子在外面 文經 Later在家 風陳 風陳 你看 風陳要私有個三條兩德 我要把我撞下來 風陳 老陈你没事啊 你也没有受伤 我没事 小小杀手 还赖和不了我的 你疯了 你从六楼下来你不要命了 他们可都是有枪的 你要是死了 我怎么办啊 怎么会呢 我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怎么舍得死 三小姐 对不起 那边的杀手我已经解决了 是小的一时疏忽 你就是这么多不空的 哎这个事情不能怪欧阳 我现在不是没事了 胡云飞 我一定会杀了他 胡云飞我会亲自解决的 凤城 你 真的是从这六楼跳下来的 小儿科 别说六楼 等我神功大成 就算是十六楼 就不在话下 不说大话你会死啊 老天爷怎么不把你摔死 星月 风尘刚才拿命才替我们打 你怎么还说他 好啊容了 哎行了 妈应该快回来了 我们上去收拾一下 发生发生发生 发生 多谢风尚救命真 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 胡云飞那王八蛋他给我杀到 他找了几十个人给砍我呀 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这种多亏风潮的 就用风尺啊 我才能大开杀机 杀出一面雪露 我好法无损的我就来了 以后我孟山武的命 就是您的 那你现在 还觉得我购出你的钱吗 不不不 你哪能 你什么 不是 您那符纸还有吗 卖我个百八十张的 我一张十八 不不不 一张一百 这二十张符纸呢 我可以给你 但是 不要莫败 部长 请我分付 请我分付 这个符纸呢 你每十天再拿一次 但是 我要更多人知道这个符纸的效果 但是你不能保留我的身份 部长 您的意思是 你大批量卖这个符纸 让我做贷 这个符纸 卖八十万一张 但是你可以卖一百万 哎呀 不不用不用不用 能为您这样的高人做事 是我的荣幸 利润 危机分子不要 对了 百年老药的事情 打听得怎么样 这哈佛长 今天啊 江城就会有个拍卖会 这上面应该有百年老药 只是 只是我这地位低下 没资格去 对了 善小姐 已经该有情节 总裁 这里有三千万 还有西山的一栋别墅 还挺严肖的 这些可思啊 冯辰啊 我们真是信用灵气 我正常愿意去往街呢 刘刘 我跟你说啊 有一个拍卖会 你有兴趣啊 应该由我继续运行 好 我马上去见你 这种药材 是来自于东南山的隐生人生 年份呢 已经超过了百年 起拍下 一百万 什么 对这种药草赶紧 好 既然你喜欢 那我帮你拍下来 五百万 万百万 五百万 六百万 一千万 容容你疯了呀 一千万你买这个本 一千一百万 一千一百万 这种药材 重长价就五百万 善大小姐都喊到一千多万 这老头还要抬价 他该不是个拖吧 小脸神 这老头可不什么拖 他叫孔四海 是咱们江城有名的风水大师 惹到他 小心让你分分钟破产 这位是善家的善大小姐吧 这株药材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还望善大小姐能卖苦某人的面子 把他让给我 不好意思 孔大师 这株药材是我男朋友 大家还是按照拍卖会的规矩来着 原来他就是那个软饭王 是不是让善大小姐看中了他哪一点 容诚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把我们家柔柔的面子都丢光了 星月你要再这么说话 咱俩连的威蜜都没得做 哎什么呢 哎 红尘你放心 只要你喜欢的我都会替你拿到的 我自己 两千万 我请百年老药 找死 千万一次 两千万两次 两千万三次 恭喜这位先生成功拍得真不要求 风承 用柔柔的钱喊下是不是很爽呀 两千万啊 你账头就来了 你要是个男人 你用自己的情绪去 是吗 那如果我可以自己解决 就凭你 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情绪去 我就跪下给你磕头 如果不能 你就离开柔柔滚出东西 要是你说 以言为定 你 哼 你们两个 气负我了 沙卡 师傅成功这是您的药材 哈喽 你师傅给我给他钱 你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我今天上午挣的 说八道 一上午能赚两千万 这跟你有关系 怎么 该女性赌约了吧 现在更加给我道歉 念 王晨 我今天要给你道了歉 你都饶了他这一次吧 看在柔弱的面子上 我饶你 不过 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说吧 你来自帝都 把你知道所有关于帝都 曹家的信息全部告诉你 帝都曹家 福城 你想做什么呀 你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就可以了 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风尘 您为什么要打听帝都曹家呀 在曹家眼中 我们善家跟苏家 您这顶多算是 大一顶毛衣而已啊 荣荣 那时机晨熟了 我会告诉你的 苏大小姐 难不成你要违约 好吧 苏大小姐 我来找你 确实是为了这株药 但同时 也是为了救 什么 山大小姐 你印堂发黑 如果不做处置 三日之内 必有血 住手 你这一指 他才时候印堂发黑 风尘你放肆 你敢对孔大师这么无敌啊 小勇 我正在旧善想起 你让容若凶爪神伤 过去 老家伙 你这个算吗 大了就行 小子 你阻我 为善小姐师父 你岂不知 你也即将大祸临头 妖宠小子 老百云的根子 有何用啊 我的发气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无敌小卒而已 孔大师 你觉得我们现在还凶赵成什么 大眼的时候 我们总是敲 不 封承 刚才怎么回事 孔大师他 你 decir远一点 这个人 心数不证 啊 风尘 难道 你还会风水之说 风水术 小道而言 我的是阴阳之 依我风水术 你都惊透 你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短短几天 他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呀 还是说 他以前故意在扮猪吃老虎 齐悦 你是不是后悔了 如果你后悔的话 还来得及 好迷的 回家见面的 苏小姐 你是不是该女性成功了呀 告诉你告诉你们 谁是你 百年老人 炼制的能有无人不同 爷爷 我已经到了传宠的第四个阶段了 大功告成 我愿意去到曹家 借我亲身母亲 是你们报仇 管车上 同志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好的 我们上场见 苏小姐今天怎么在这边回来 怎么了 你想他了 胡说什么呢 我拔不得呀 那永远不出现 冯臣啊 其实清悦人很好的 我看得出来 这次跟你退婚 其实 他心里已经后悔了 他后不后悔呢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追悟 是 不然唐卓 交手 对 和小姐 已经开始上工了 但我村里面有 different 啊 你胡說什麼 我碰的沒 哪裡來的孩子 你個渣男 你要是沒碰我的話孩子從哪裡來的 我現在拍照 Saint少姐 你就不透那屋子死活了是吧 賀小姐 這個是醫院的檢查報告 孩子已經兩個月了 這 你到底想幹什麼 beh um 我知道我做了 可是孩子受無辜的呀 以後我們好好過日子好嗎 董事長 你相信我嗎 我相信風塵 你這點雕蟲小技 就不要在這兒賣 你要是不把風塵給我 我就去跳樓 讓城的東京都知道 你們善家幫被陳思雷 那你去跳啊你 你可想清楚 來人 這位小姐想跳樓 你們去幫幫他 是 我可是還仁雙蟲的孩子 你想 是 你可不是嗎 啊 這點小事我們善家還是能擺平 你就不用第五一條信了 不要 是活躍員非要是假的 那個肥方哥也是假的 他說只要我尋死 以為了善家的面子 也會把主風塵的心跳 我再也不打我錯了 抹黑我善家 你還行 啊 服塵看看我們三年的鼓勵聲 你饒了我嗎 我真的錯了 我再也不打 我再也不打 哎 子 你 讓不讓我 你呀 還是心肠態的 還不趕滑 哎呦 憨生怕死的東西啊 這不 這都完全不了啊 不是 我想可以再賣好了 我們可以嗎 不會跟他爸抓了 就一個老太婆在上 那黃柴婆得趕快救回來了 不對啊 我怎麼沒有 我爸 一個會吃的東西 爸 你打我看 我打你我非打死你不可 我到底犯什麼錯了 善與柔不喜歡你無所謂啊 你竟然是下三類的手段 你是要害死不胡家嗎 我們胡家還是怕善家嗎 你懂個屁 善長青這次去帝都 得到帝都第一世家曹家的手 這件事 連善與柔都不知道呢 那我更要得到善與柔 我警告你啊 沒有我的允許 你再敢踏出胡家半步 我打他你的腿 把垃圾 公主 公主 和我打他 再敢踏出胡家四人 你還要不踏出胡家 你還要爬 上海 那邊 什麽 爬 你 的确是孟珊虎给我的 那两千万 也是孟珊虎给你的 我付给他的东西 远远超过了这棟别墅的价值 那我倒是想问问 你能拿出什么样的东西 能换来几千万 清月 别的不说 就他的医术 用在关键时刻 价值其实几千万 当然 每个人都有秘密 方辰 如果你不愿意说 没有关系 对你啊 我没有什么秘密 对了 这个 是我自己做的护身符 关键是可能保密 别说 几千万 几个亿几十亿 那也是想了 什么 最近东江地下势力的天下护身符 是你做的 好 好 好 来刘若 这几张给你 我给你的这个呀 比孟生符子那个 不到好很多 我听说这一张符子要几百万呢 方辰 你可越来越神秘了 林小手道而已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啊 清月 世界上有很多不可理解的东西 比如 红尘的医术和丹药 我相信他 柔柔 你简直就是被他给洗脑了 那 我才不要这种骗人的东西呢 给你 好不容易培养了子母界的杀气 可这姓风的混蛋 坏了我的法器 让我们的计划 功亏一篑 孔大师 前几次都是你聚好的我父亲 这次还望你出手 我们雪家 更有后 功力受损 这次 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什么 孔大师 您说 你也没有办法了 许公子不用刀急 我倒认识一个人 此人如果肯出手 一定救得了你母亲 什么人 孔大师 你快说 此人姓冯 跟善家大小姐关系亲密 是不是叫 冯 冯辰 之前他就说过我父亲会出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 可能他说的是真的 我这就是把他撑来 如此重的煞气 逢尘强行破茧 必会反尸 变成白痴 吃了就是传说中的猪颜丹 对啊 你吃了这个呀 即使是几十年功后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漂亮 太棒了 冯辰 我建议你去住宿的公司 专门卖这种药 女生嘛 肯定能抢风 商业这一块我不太了解啊 那我替你去吧 好啊 徐少 你来干什么 求方先生出手救救我父亲 你不是不太相信我吗 之前我不相信你是我的不对 只要您不提前嫌 答应救我父亲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好了 起来吧 走 给你去看看 多谢董先生 你去吧 正好我让七月来陪我 给他一颗支援单 好 那我先走了 方先生 我们又见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 当然救人啊 你也会救人 啊 大修功力低微 但我相信冯先生 如果肯全力出手的话 一定可以救到许先生 看来冯先生是吝啬自身内力 不肯出手 全力救之许先生了 冯先生 你一定要救我父亲 如果你功力损耗的话 我们许家定会后谢 啊 补偿先生的损耗 事后 你需要替我寻找百年老药 对了 我们许家刚好有一足百年灵芝 事后献给先生 好 年轻人 果然受不了激将 我上 你就要被煞气 反斥而死 这百年老药 也是我的了 哈哈 这不可能 你怎么没有被反噬 让你失望 冯先生 这是子母界 有人做了手脚 为了让你们父子不回 从而培养了杀气 让你们家破人吗 什么人 算计我许家 孔思海 你未达到目的 真是不择手段 皇城 你不要血口喷人 不是我救他们许家 两年前他们就过啥了 我怎么会害许家主 是吗 许家危机 恐怕也是你的戒指啊 不可理喻 冯先生 真的是他吗 把这个戒指摘下来吧 哎 不要扔了 你交给我吧 这个子母戒呢 虽然有一些邪乎 但是母娶她其中的一些子母煞气 也倒是一件好的法器啊 你终于想了 爸你终于想了 哎老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许家 哎呦先生 哎呦不病哎呦 虽然我昏迷着呢 和你们讲的话 我都平常 何况四海 好歹多的心思 他 杀害我们许家 我一定要扔他 方先生 请你上纳 钱我就不要了 这一对子母戒 我收下了 谢谢方先生 救了我许家 我们许家王后 为你马上实战 喜家主客气了 你们家的风水局 我已经帮你们看了 切记 你们斗不过孔四海的 不要再招惹他了 庆宋先生的 吴先生 今天晚上我在贝亚酒店 改了宴行 派请您到时候大加光临 好 跟踪了这么久 你该出来 把药材交出来 饶了你不死 好大的口气 有本事 你自己过来去 不失抬举 咱们就先帐 帐一起算 去死吧 就这样 你 这 这不看到吗 还有什么本事 你不会失去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觉得你现在该关心的 可是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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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冯大师 我也是被逼的呀 如果我每个月交出一炷百年老药 我会没命的 什么意思 都是帝姑的 曹家让我这么做的 帝都曹家 你刚才说 对 曹家培养了 很多人像我一样 分在那个地 每个月都要给曹家教育出百年老药 否则 我们就没命了 他们要老药走 有吗不知道 怪我 现在的老药 越来越少 冯大师饶命 不用做仓 罪该万死 冯大师 曹家的供奉快来东角 那里边一定有很多的百年老药 我可以做今的内衣 哈哈 你是想获使东西 让曹家人给他对付 哦 哦 哦 我不敢 我不敢 不过 我不想死 我可以了 但是曹家人把这个 几个告诉你 哦 我一定可以告诉你 好 冯传 怎么样 徐海的父亲没事吧 啊 坐 我就知道你能行吧 啊 许家是东江最大的医药家族 他们见了你这份人情 以后你便能在东江有一席之地 秦月 输了 我说的是靠他自己的本事立足东江 而不是借势 他能救许家 这就是封城的本事 瞎猫碰到死耗子呗 苏小姐 你说我在东江只要有一席之地 你就不会阻止我和柔柔 很快 整个东江 都会养胜 就凭你 没有柔柔帮你铺路 你就谁下个人 柔柔 柔柔 这个是子母界 我重新开过光 你戴上过后呢 只要有危险 我都能赶 柔柔我先出去一下 啊 爷爷你你怎么来了 你叫我爷爷我不是你爷爷爷 爷爷 我爸 我叫你到东江来 让你和冯臣好好的相处 可你你见面 直接把水昏厨给我拖一把 我自己的婚事我自己做主 何况 什么恩公是什么人 恩公他是一个奇人后代 也一定是人中龙色 你懂什么呀你 人中龙色 他也配啊 天天又是福祉又是开光的 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恩公留下来的神仙手段 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 你今天如果不能让冯臣把婚数收回 就不说我杜家人 爷爷 冯臣他不止跟我有婚 他跟山女柔也有婚约 现在 他们已经在一起 什么 还有一些朋友 我签订你万祖父 不能把这事告诉山家 可你就是不听 你要害死他吗 爹 我问你 现在山长君是不是知道这事了 山伯伯还不知道 所有山女都知道这件事情 山长君也搭上了帝国的曹家 如果曹家知道了 可就是天无罪人了 爷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无论如何 就事发读出他们要神与柔的罪 山长君知道 爷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胡说的去做 希望为冯臣争取点时间 冯臣也打听过曹家 难道难道他跟曹家有仇 血涵深仇 苏家 无法独善其身 什么他把这件事烂到肚子里面 哎 不管用什么手段 这给我抢回来 爷爷 我不能对不起柔柔你 你就是要气死我了 柔柔嗯 纯臣呢 他去雪海的仙艳宴了 什么你想他了 胡说 我怎么可能会想他吗 哎呀 我们两个是最好的闺蜜 我不介意的 柔柔嗯 万一 我说的是万一啊 如果你父亲对冯臣不利 你该怎么办 怎么可能 虽然我爷爷去世了 但是有婚书在 我们晚不敢回非的 万一呢 秦月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啊 没事 我只是觉得冯臣以后的路会很难 你竟然开始担心他了 秦月啊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心动啊 我才没有呢 柔柔嗯 你答应我啊 不要让你父亲知道轰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冯臣靠自己的本事崛起之后 嗯 你爸爸 岂不是更满意 是 时间还早 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吧 我对工业城市 不感兴趣 我要是带你去那种地方 单小姐还扒了我的皮 我指的是 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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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见识见识 黄先生 这里就是咱们将成最大的 据说 你 有点 哎 这不是我们许大少吗 怎么 现在跟这个吃软饭的小姑娘在一起了 冯先生 我说许海 你现在是越混越回去了 对这么个拉举都毕恭毕敬了 怎么 上次来的打 忘记他们了 你 别忘了这是我的地盘 现在跪下来磕头 说事实上你让我再也会打扰你了 我就饶你一条狗约被放死 许晗 他们是不是有毛为 今天他要是不跪下 别想活着点 给你脸了是吧 再敢打肉的主意 我废了你 这什么老板 找死骂你啊 现在想走没那么容易了 你不是能打吗 有本事跟我的人上类台打一场 上类台 好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黑熊给我好好招待招待我们的冯大哨 好嘞 胡言飞 你要是想动冯先生的话 那就是动冯家说的 从冯家说的 红尘和市场 天王老子也保住我说的 你要是实现的话就给我乖乖的呆着 不过我一样对你跟着 我等着 一二的信号我怎么就行了 就就完了 想动冯先生 那得先过我这一块 嘿熊 先给我打断风筒子 再慢慢的抹着老子 我在晚了 史上敢不敢 哈哈哈哈 好辣 小子 你偷襲我 弄死你了 我叫他 你没想到你这么远 快 我一上 不要那么 要不 还是 我可是胡家大少 你不要乱来 你刚才不是很威风了吗 怎么 怎么了 你可能还要怎么样 你得罪了我 我一本一本 我让你死 你在威胁我 对 就是威胁你 离开山羽肉 关注董家 死 知道吗 我这个人最疼人就是没有威胁 所以 啊 我都跟我 啊 我都跟我怕 没有杀你全家 我 不灵 啊 林先生 我们快走 我怎么走 黑熊 黑熊 你敢难我吗 黑熊 这小子被胡扫 我要把我带到胡家 黑熊命啊 你敢 黑熊 得罪了 黑熊 住手 孟三 这是老子地盘 老死吗你 黑熊 黄熊 您没事 你怎么 我在这里有眼睛 直到您到这儿了 就立刻赶 黑熊 只要今天有我孟三五在这儿 你就动不了 黄先生一根狠 哈哈 这 卖都没有 哈哈哈 你胡蛇符 老子也有 过去 黑熊 你怕是忘了这顾蛇符是谁卖的 兄弟们 给我把服装贴着 把他干死他 哪儿 啊 啊 啊 住 那 不倒 不倒是吧 老子还有 听说地下室里 出现神秘的不政府 难道是真的 这个坟上 我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固承 那些 这 你牵手这是 啊 放下来 干饭了 怎么做啊 老三五 你都没收拾 公元节 你给我动着 动着 冯先生 冯先生 你们那个 护身符 能不能再结实点 便宜点 刚才 护身符本来就是一次性格 用在以防万一上 谁让你拿来当都男的 嘿嘿 好了 下次我免费给你提早 哈哈哈 谢谢冯先生 谢谢冯先生 有话就说 啊 孙先生是这样 过几天的中原节会 东江的头领未知 我想请你出声好 我知道了 雨楼 冯尘打断了胡云飞的四肢 胡佳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有我们两天的撑腰 那胡佳还能翻天不上 我才不给他撑腰呢 我巴不得他早点死 我才没有呢 秦月你骗不了我的 你今天都替房称多少去了 老实说 你是不是心动啊 我才没有呢 我不介意的 本来我们两个都跟他有关约的 那世俗的一些规矩 兴趣不了我们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善小姐 胡某不请自来 还请善小姐请量 胡云飞威胁我男朋友冯尘 善叔叔这是来挺好的 善小姐 就算我儿 与冯尘有所争执 他也没有必要 废了我儿吧 事情的经过我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 你们敢动冯尘 就是与我们善男为敌 你 其人太甚 我们善家就欺你了 你能怎样 善小姐 恐怕代表不了善家 据我所知 善小姐与冯尘的关系 善心 还是不同意 我代表不了善家 上方我代表不了我 问 好 你等着 我不杀冯尘 是不为人 你 秦月 不过洞找到我爸 我爸肯定会给他面子的 如今 只有你能帮风尘了 我 胡家的势力 根本不是风尘能抵挡的 你以苏家的名义 保下风尘 风尘如果连胡家的都不会了 那就是我爷爷看错了吗 你爷爷来东江了 没 我的意思是 风尘想要出人头地 光谷家就是他的士兵时 如果他连谷家都过不了 那他就更支不上你了 秦月 我求你了 你就 你就帮了他吧 老月 这件事情啊 没得上了 如果风尘连这一关都过不了 那我们苏家也没有必要帮他 风尘 谷家已经疯了 我马上安排人 把你和阿姨送给东家 打得一圈开 免得完全来 娶娶一个胡家 我根本不会花的叶 你千万别冲动啊 正好用胡家 让全江城的人都知道 我不是那么好手 不 气死我了 爸 孟丁为我做主 风尘 从他那必须死 我一定和山长青通过电话 山家两不相邦 所以 风尘的狗粮 加药品 对 还有许海 还有许家 和那个 陈那个欧山虎 他们也累死 你放心 凡是伤害鬼的人 一个都不会放过 家住 人已经集合完毕 好 我是郑徐 先去找陈臣 我说 走 孟丁虎 你现在要走的话 不是 我与你更紧的 我 我也一样 你就是冯臣 暗费我胡郭东的儿子 你是吃个熊鸡咽了豹都咋不吵 批话少说 想动手的话 随意 好 我成全 我达到他们四肢 然后送到我儿子们去 你那儿 还请您息怒 吕立明 你确定要踢他主头 吴先生是我的恩人 这件事情 我不能 我说条件吧 你怎么样 还能放肆 只要他的命 想多公开 不然我连你许家 你休息 你 许家所 孟少虎 孟少虎 我们都退后 这件事情 我自己的心 上 我弄死了 上 上上上 别急 他妈废 你 你是武道宗师 武道宗师 武道宗师法师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是 是 是 NV之前 你会乖乖的跪走 把你刚刚说的把收回去 哈哈哈哈 我给你下跪 你也 嘿 我告诉你 善家 已经不可能再给你承受 我需要谁的我钱 我 我 红尘之 最大逃生 走 前黑之前我等着胡总 再次狂临 葫先生 这造火归山 他必有后患 杀了他 不足以震受我家 不超过两天 他会跪着过来求我 葫先生 我们许家 越想全马上 哎 这次啊 还要多感谢许家的罢了 好消息 好小姐 哎 什么好消息 难道 冯尘那个田搞像死了 没错 冯尘那个田搞像死了 封城那狗东西在拳馆 打断了胡哨的双腿双脚 胡总发了雷霆之怒 已经派人去抓捕 可是他有善家护着呢呀 那胡总总不能 顺着我善家 善家已经放弃封城了 咱们这一次可以好好开展 要看好戏还不赶紧去医院 顺便拉近一下和胡家的关系 对呀 还能好好羞辱一下封城的胡妈的 胡鲁花多少钱 我就是最厉害的高手 自食楼 是谁胡鲁 啊啊 胡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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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张院长 我到底都为什么病 胡鲁你身体的各项技能都在衰退啊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手段 但是没有用啊 什么啊 张院长我救救你 你一定要救我呀啊 但是 我们已经用了所有的手段了 你的身体直到他能够死几个小时 我们已经接力了 我看到了 怎么会这样啊 前黑之前 我等着胡总 再次狂临 倒数 你找一找啊 快快快快扶我起来 伍姐 你现在的身体最后还是不要动啊 你做好做 过来 啊 啊 啊 风承 风承 你没受伤吧 对不起 我没想到胡胡东的包袱来得这么快 我没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还不是徐家替你出头 下次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布朗苏大小姐操心啊 风承 如果你连个小小的胡家都对付不了 那帝都曹家的事情 你就更不要痴心妄想了 否则 害人害己 你知道了这是什么 清远 风承怎么会和帝都曹家有关 没什么 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 他上次不是问帝都曹家的事情 哦 风承 胡胡东已经说服我爸 善家的力量 我已经无权跳动了 但是 无论任何情况 我都会和你一起去面对的 放心吧柔柔 马上 胡胡东就会跪在我的名字车上 人呢 胡胡东 有我在 你休想伤冯臣一个头发 陈小姐 请注意 你让我冯轩走 饶了我爸 我知道错了 你真的是胡多道 我不会让我 我就要死了 还去看在你之前的情分上 我跟你可能没有任何情分 你要是觉得我不给你面子 那你再打准备我爸 夏小姐 拜五六一 我 求求你了 求求你抓了我爸 我知道错了 睡了你的儿子 你不替他报仇了 不 不了 只怪他有眼无珠 照燃了冯先生 冯先生饶他一条狗命 他是最有应得 就冯先生告贷贵手 我知道错了 记住 以后不要再招了 也不准冯云飞在骚老头上 否则 你们活在这没有存在 不要 是是 冯先生 我请尊您的教诲 冯先生 医生说我 两个视线的活动 求求你 救救我妈 求求我 你做的态度不错 那我就听你 吵了 我这件事什么神奇 怎么 你还先给我动手啊 不 不敢 不敢 胡总 如果一下动手的话 我随时不悔 不不不 不认了 以后您有什么吩咐 一把说就是了 吴谋 先告退了 别问 冯晨啊 他不会是男人说吧 没关系 我能收拾他一次 我就能灭了他的武墙 秦月 这次我可没有 全是冯先生自己搞定的 不过就是一些羡慕的人的时候 还如此富人之人 但是他在亲家并不得不 in count 对 小林 发质 麻烦是一种 改稍 到 我倒是要他 紅塵怎麼過關 那又怎麼樣 沒人能阻止我跟紅塵在一起 紅塵那個王八蛋 居然把我都打成這樣 胡少 是可人孰不可人 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弄得 封山那個王八蛋 我爸已經去抓他了 這一次我也要把他碎十萬段 以消我心頭之恨 哎胡總 紅塵那個王八蛋呢 我要親手撕他 替胡少出這股惡氣 哎 你為什麼打我呀 打你 不是你們這個狗呢你挑唆 我說怎麼會叫著紅塵 弄得豬死天地 不是我的事這是紅塵的來著 你拖去你看看 我 我 胡少說句話 我們想死啊胡少 我們想死啊胡少 啊 你發這麼大火幹什麼 你不是去抓紅塵了嗎 是不是出什麼意外啊 胡少這傢伙 太詭異了 就連我都擦著死在他手上 不可能啊 他不過就是一個吃軟飯的廢物 我一定要殺了他 給我冷靜點 難道就讓 他期待我們脖子上拉屎 這次 不想顏面掃地 絕對不可能就這麼算 我們派一個時機 等待時機 對 中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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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派都會爭奪地下勢力份額 他 他風塵既然力挺夢珊瑚 到時候他一定會來 對啊 到時候高手如雲 我再讓黑熊安排幾個殺手進去 他風塵必死我了 所以 我們現在一定要隱身 宋先生 這是一柱百年老廖 還有賣戶身符的 一部分現金 和能力 都在這上課 中元節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多詳細說什麼 中元節會是我們這些幫派 和大家不化 不公交的比例子 如果馮先生 想獨化不公交 那是 最好 現在總統是實際上發誓 善教 所以這次的中元節會 也是由善教授手 善教 啊 這個 善宇柔小姐 應該不知情 啊 對了 這中元節會上高手如雲 你可 一定要相信 說 貴子 沈 帝主 曹家 的供貌 已經來到東江了 他們開了一口很大的箱子 那里邊 一定有很多的百年老友 嗯 我已经替您拖住他们了 那我就去喝饿了 你还不敢管宿舍赶紧 公司汉安 我原本想给你活命的情 可是你知道真心 就是他身上有几度百年老药 是的公公大 我的老药也是被他请 公公大人为我做了 多过属实 赢你两个月的任务 赶紧交出老药 并向公公大人效忠 对他效忠 嗨 无知小儿 不要以为你能打败孔四海这个废物 就能够跟我叫完 哈哈 原来 帝都草家 一样 都是一群借我的光的老虎 侮辱曹家政 嗯 曹家的工作 就这么 我们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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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三番两次侮辱曹家 我免疫情组 做 曹家的工作 就这一会是 你 是谁 我 你 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所以曹家 哼 总有一天 上手 走 回我的亲之母亲 你母亲 对 一个被你们囚禁了十八年 对 你今天 別殺了你 為我母親逃回點律師 就近十八年 難道 難道你說的是他 原來你就是那個失蹤了十八年的小兔子 我家徒長了十八年 沒想到 冬天 曹家 該死 只剩明日電動 抓了他 向藏商勤工 讓他們母子傳聚 也算是大功德一劍吧 投降少女 好啊 不便殺了 送兒子大禮 不知小孩 你從進了曹家 不知 定了 速戰速決 人物閃分 我看你這次往哪兒跑 這怎麼可能 連曹家的功夫都不是他們廢手 你就這樣 哈哈 啊 怎麼這麼厲害 我這麼厲害 從家滅圖 我今天 我只有讓你扯上被滅在的滋味 是 我的突然 小子 你死定了 你嘴還挺 你 你 你 殺我了 殺了我 殺了我 我只是 這家公子 我這家的恩怨 跟我沒關係 饒鲁吧 我再也不敢了 你 曹家 跟我母親到底是什麼 為何要如此對待我母親 我們是近幾年才去曹家的 只知道 地牢裡 有一個被關了18年的女人 因為她 從家差點完了 其他的 曹家不讓問 我們也不敢問呢 嗯 大叔兄 我說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你查清楚 不要再折磨我們了 我們去幫你查 曹家 收起 我們只值得 去國際收藥 回去 交給管家 其他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啊 知道不知道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叫你們還有朋友 你不要說過 我們老爺要修煉 修煉 不服 小臣 太大意了 饒你饒你 小臣 你真是小臣嗎 18年了 終於見到你了 是不好看的 你是 真香啊 我像誰 像你父親 你認識我父親 你父親瘋破天 你爺爺曹軒元 要是沒有他們 就沒有我蘇家的今天 蘇家 把這兩個垃圾 拉出去 處理了 是 我有話要對小臣說 不要 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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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臣 我是蘇青月的爺爺蘇萬榮 也是你爺爺的志願 你 你先別情啊 其實這些年 我一直都知道你還活著 但我沒法去找你 因為一旦被曹軒知道 你就沒命了 那現在呢 你面前 我這就告訴你 把你爺爺的嘱托 我讓七月把斑盆玉佩 想到你生多 可忘了沒想到這孩子 都怪我都怪我呀 不是當初 我是當初 不告訴他會約的事 或者乾脆把施絕合盤拖住 也不會造成你們 這麼大的落魄 還要是你說什麼鬥啊 我爺爺 爺現在在哪 屍骨為足 我爺爺怎麼死的 還有我今生母親 為何求證在草家 這到底怎麼回事 當年你父親在低都 那可是逐月抄去 你母親在低都 也是萬人仰慕的女神 因為曹家 所以獲得你冯家的成功秘訣 對你們 冯家實施了殘酷的打壓 先是將你的父親活活折磨致死 後有致死你的爺爺 深重居多 後來你爺爺他不得不 帶著你 離開地圖 後爺爺 把我交給楊母后 便消失了 後來他返回了地圖 並定住我18年後 一定要把一陪交到你手上 然後只伸去了草家 爺爺真是一條漢子 他幾乎滅了草家的門 可是畢竟他身中俊忠 我還不提中 我還被殘酷地殺害 如既如此 最後草家將一切烈器都發射到你母親身上 他實施了殘酷的修禁和打壓 草家 施不量力 老家靠林陽樹發家 實力強大 為了完成你爺爺的遺願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死去 卻無力迴天 蘇爺爺 我一定要替我爺爺報仇血恨 他憑草家 就為我的妻子無盡 好孩子 相信 一定不會有蟲蟲你爺爺和你父親的悲鳴 蘇爺爺 多謝你將來預備送過來 讓我得到了爺爺的傳承 太好了 草家深深不可測 就害怕 一定要謹慎 反而不能公道 蘇爺爺 有了曹家這一批百年老藥 復免曹家 知之可待 曹家收集這些老藥幹什麼 風水樹應該用不上的 蘇爺爺 曹家現在休息的 不只是這些風水營養樹 小辰 你明天要去蝎家嗎 明天都有生日 我得見他 蝎長青明天就從帝都回來了 他這次去帝都 本房的正是曹家 他們具體要做什麼 現在還看不出來 所以 你最好別去 因為你和你父親長得太像了 山長青看到 肯定是會懷疑的 要是被曹家知道 那後果 可就不堪設想了 蘇爺爺 沒事 既然我和我父親長得像 小梅也瞞不住 所以 明天 必須得去一趟 那好吧 既然你有這個信心 那我這老頭子 也得做點什麼吧 沒事 蘇爺爺 有了曹家這些百年老要 我的功力 今非昔底 富美曹家 指日可待 佛先生 您請 你就是馮辰 你是 五人善雨容的弟弟 善峰 你好 就你這樣 你配付我姐姐 葛雲 我安家不歡迎你 如果柔柔沒有親和告訴我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可以抬扎 是嗎 給你兩個要兩個東西 我把他媽就教訓你 小風 你幹什麼呢 董事,你沒事吧 我沒事 小子 今天有我在 也想踏進山家的門 閉嘴 峰出是你姐夫 姐 他只是個會吃軟飯的廢物 你別騙他騙了 你別騙他 他要進咱善家的門 你說吧 就連我這關 他也過不了 讓他 姐 別生氣 不讓他 風承 你別在意啊 小楓他不是故意著你 我明白 總有一天 我會讓他接著你 走吧 好 楊辰啊 我爸爸回來了 他可不想見你 好 正好我也想見你了 希望我們生忙的不分 是嗎 我相信你 哎 哇哦 山小姐 哈哈 生日快樂 謝謝 您是 哦 姐 這位曹家 曹氏橋 哈哈 天都操腳 不行 今天不會渡身 否則 會連累擾擾的 在下 特別喜歡山 愛慕已久了 今天 有幸參加 山小姐的生日憐慧 哈哈哈 戴上 我李鳳 這是我從南非帶回來了 南非鑽石 不貴 就五千還問 哈哈哈哈 多謝曹少的好意 武功不勝負 善小姐 柔柔聽見嗎 柔柔他不喜歡這個小姐 哦 這兒有個活人哪 哈哈哈哈 你才看見 柔柔的男人 同誠 你還要不要臉嗎 我上下何時先拿走你 你給我閉嘴 就沒你說話 且你別犯糊塗 這位曹少可是帝都第一世家 曹家長子 這事可是父親答應過的 可我沒答應 好 這位先生 好像對我挺不亂的呀 哈哈 如果曹少感興趣 不妨我們玩玩吧 好 好 哈哈 風塵你不要衝動 曹少你這是做什麼 但我們善家要我揚威嗎 沙小姐 錯了吧 是這位仙人 還要跟我們玩一玩啊 哈哈 老趙 阿師傲 是老爺 小子還不過來臨死 曹少 他不會說話還請曹少見諒 到底這個意思是 你要參和這件事誰 曹少你 是 這裡是我們善的 容不得你們再撒一遇 只不過是我們曹家裡一條狗而已 曹少 放鬆 敬 給他 下 清 氣 千 比较不会说话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还不快去 把草草配好 我待会就到 少爷 要不要 爱人 那只是一个屌丝而已吗 何必大等干戈呢 我听说最近东江新出了一个 超级厉害的士福大师 听说了吗 把他搞到我们曹家的 是少爷 爸这就是冯辰我男朋友 冯破天你爸你胡说了 这是冯辰我男朋友 你姓冯 那你父亲是谁 一文笔小卒而已 山叔你为什么看到我 我这么个心谓 你跟我的一个故人 长得很像 什么 好 果然是英雄出生 不卑不亢 爸你這是同意我和風扇的事啊 不同意 爸我和風扇可是有婚約的 婚約 什麼婚約 擅叔叔 語柔的意思是 他不該不經過您的同意 就跟風扇談話略嫁了 你還不夠資格 星月 你為什麼不讓我告訴爸爸 婚姻的事情啊 除非你想要公車死 什麼意思啊 沒什麼意思 我就是為你們好 沒事 乾嘛請 上下是我 啊 有點尷尬啊 你也沒早點給我說 他有男朋友 哈哈 都是我的疏忽啊 請曹少給我點時間 我會勸你個小弟的 好呀 那我等你好消息 帥哥 不好 什麼事 負責收集百年老藥的兩個共縱失蹤 莫不是貪污了老藥 跑路了 他們兩個沒有那麼大的膽子 一個小時前 他們報告說 東江也有人在收集百年老藥 他們兩個動心了 如今看來 他們兩個 還以為什麼殺了 小小東江 竟然有人敢碰我們曹家的功夫 真是口膽包天 我這就去調查 他們東江到底是誰來收集百年老藥 不用 做這個事的人啊 肯定不是無名小卒 去吧 是少爺 明日中元節 元明節眷 你沒意見嗎 好 我也想看看 到底誰有這麼大的膽子 好 那就多謝 善家主治 哈哈哈哈 明日峰會啊 就由草嫂主持 蜂兒 從唐協助 媽 我馬上去處理了蜂臣 你趕緊張我姐的主演 他也配 哎 不好 馬上去派人 把蜂臣從小到大 所有的事情都調查清楚 爸不就一個廢物嗎 有什麼好調查的 哎呀讓你去你就去 記住啊 記住啊 這件事情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是 爸 鴻先生 明天的中元盛會 我也準備了 聽說黑熊找到很多奇人意識 並且聯絡的其他的黑客士 還有家族 應該是有這個病 既然他們想找死 那就成功 我許家定孝全馬之王 還有我 今晚我要逼光 明日中元盛 臨時過去 是下車 這馬上能要開始 這日怎麼還不來啊 應該馬上就快點 哎呦 哎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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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介紹一下 這位 是帝都曹家大少 今日的中元盛會 就由曹少主持 你一時間從我家 沒想到 他們竟然一來 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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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元盛會啊 你們就不用忙了 以後 東江 老舍 你這 這個 我喜歡 什麼 有他媽的意見 中元盛會 可不是這個 朝上 一個面 太罷了 吹 算了 難死不活 東江這點地方 老子根本還是看不上 但是有人殺了孔四海 給我們曹家 你 你供奉 數十枚百年老藥 叫人跟你上曹家 他呀 應該就在你們這片里面 今天把你揪出來 要不然 所有人都做 這沒有任何線索 你怎麼找 百年老藥 嗯 好啊 有人偷了百年老藥啊 要是讓我知道是誰偷的 我一定罷了他的屁 我昨天在冯先生 幾十株百年老藥 莫非 我舉報 你知道 孟山虎 最近一直在搜集 百年老藥 對了 還有那個冯臣 他曾經和孟大師啊 搶奪百年老藥 我覺得 就是他們幹的 你傷害娘的血口噴人 胡瓜多 我記得昨天 你還在找 百年老藥為你兒子製腿 我還懷疑 百年老藥是你搶的 你胡說 草莎 頂峰山虎 他搜集百年老藥的事情 竟然截肢啊 現在他手上 至少有五六株百年老藥 孟山虎 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少少 我和胡瓜多這老婚裡這麼有仇 他污蔑我呀 我可以做證 胡瓜多他是混淆視聽 拿您當家的事 少少 我我發誓 這老藥如果是我想的 我全家不得好死 你就是孟山虎呀 這 這是 聽說你至少有孟山虎 嗯 把你的方法給我教他 找你 這 總教是孟 不不不不不不 這這這他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帶來 那個人是誰 這 這 這不能說 我曹家想要的東西 還沒有人敢拒絕 你敢無膩少爺找子 你 你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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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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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成 你打不成 你打不成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說還是不說 我没伤害的说在那里 是吗 上 住手 我的人也敢动 这个人的眼神我特别的讨厌 彼此彼此 感对事也无礼给我去死吧 一条狗也该在我的面前乱叫 你竟然在我面前大爷无惨 看来我们曹家前几日那几个人也是你杀的吧 没错 你们曹家的人啊 我见你杀一口 风尘你好大的胆子 闭嘴 我要不是看在柔柔的眼上 我一定跟你计较 好呀好呀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么张狂 行 今天你闭死 曹少 这小子 把断了我儿四肢 你我不猜 冲他 哈哈哈哈 好呀 那我今天就把他交给你 你只要宰了他 我能让你儿子重新站起来 再让你家飞黄腾达怎么样 谢曹少 以后我胡家 就是您的一条狗 吴震 你今日必死 看来 我对你们胡家的教训还不干 你给我们胡家的耻辱 今天就拿着命还还 来 杀了他没一千万小子 啊 呃 啊 前几天那几个人也是你杀 行 我们曹家比较稀才 我现在给你一次疑问 跪下 给我道歉 然后向我们曹家宣誓 我呀 会不会 有鬼 你也配 怎么敢打我 啊 你说过 曹家的人 见一个杀一个 他们要是杀我 我让你 好死 忘了我全家 其实 替我的父亲好意放车 放我家少爷 老东西 老东西 你终于不处 我告诉你 你之前杀了我们家侍卫和保镖 你小子有两下 但是 他在同处 气得不算 哈哈哈 看来 你有恃无恐 完全是因为这个老东西 放我家少爷 然后 为下谢罪 或许 还能饶你条狗命 现在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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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你的遗仗好不管用了吧 太空去过 你也是修行者 修行 这个称呼 还算是得当 什么 你是修行者 老长 行事 行吧 就是你必顾向我所有的事情 你行不行 不行 说 见个杀鱼 也要不停 让你们下地狱 一 一 是 你 我 别把杀鱼 都好看 风尘 风尘 别关开头手 虎哥 别跟我身家不客气 你吃个什么东西 山脚 我都要看看 山脚 到底怎么都有不客气 你 你 你快捐去风尘 他要他要杀了曹少 风尘 你忘了我爷爷怎么说的了 赶快放人 啊 你会地度 改日 你杀了曹家 取你们狗面 风呢 你老子记住 我们曹家的修行长不会少了你的 今天就因为他妈的你 在场的所有人 都得血流成河 还不走 今天你就走不了了 帅好像不去那里快 给我撤 滚 人 你干了好事 你需要把我们大家都害死了 走 今天 曹家的事情 你们作弊上官 谁要是在背后捅我刀子 非杀了你们不可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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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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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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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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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 谁有异动 格杀无论 是 那个方长 你刚也太帅了我给坎树迷了 是 是想活着 你 那老东西给跑来你 胡将 没有存在的 明白 你 方陈 东墙可是善家的地盘 你你竟敢无视我善家 你在曹世强的面前 鬼子像条狗一样 怎么小舅子 现在知道是瑞琪了啊 你敢侮辱我 你们善家把地方已经交给了曹家 所以你没有资格在这说话 中原盛会的规矩 是 你 要不是看在柔的面子上 我最不愿意的 就是与你们善家为敌 你们善家 我 你 不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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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者来我曹家的绝密 也是杀手锏 需要您请示家主 死仇不报 曹家 就被这个全天下的消灭 这冯尘口口声声说 他父亲和爷爷来我曹家所盖 这件事 绝 我他妈的曹家杀的人多了 谁知道你应该是他爹 爸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他敢输我曹家 你去死 信封二十岁 最后房价要能到的一 难道 爸 毕竟把照片放过来 爸 照片已经发过去了 爸 他是谁啊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马上派三个 不 五个修行者前往东江 今后少爷派遣 告诉他们 完不成任务 其头来见 老爷 一个修行者足以踏平东江 五个是不是太小家座了 嗯 他回来了 书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是 老人 十八年了 别带去地牢 见见那个女人了 柳河 我知道你没风 不要这个我演戏 玩 一起玩 你看看这个 他是谁 没错 他就是你和冯破天的小杂种 儿子 我儿子 当年 冯玄园 这个老东西离死的时候 竟然拿一个小孩的尸体 骗了我 朝家十八年 当年的事 跟我儿子 没过呢 很快 他就会来陪你了 修行法门 应该在他身上 不过 他很快 就会是我们 吵架的了 separates 他不能 懂 老二 多谢您救 tego儿子 以后 我们父子篮子 红肉 Café 部分 我 途 cri Have you 廣 outs 嗯 红尘是个孝子 我猛他给你 一起怨苏是个孝子 好呀 那这事就交给你们报道了 红尘毁了我们家 这次 我一定要好好折磨折磨他 我一切我心头之恨 行 你们去两个人确保万无一失 是这样 逢尘老子要活口 但是记住 其他见到你们 一个不了 早上 那我们就先告知他 嗯 去吧 我爸可真是小年大作的 少爷是你 你们去上家了 我也但是时刻去 找找我都玩物了 哈哈哈哈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肉肉 你什么意思啊 清月 哪怕你要嫁给风尘 我都没意见 但是 我不想被你们当成傻子啊 熟肉不是你想的呀 昨天中元节盛费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冯尘 你和曹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都要瞒着我 熟肉 算了 这个是死 还是告诉我吧 迟到两面 实际 就是这个 怎么会这样 我爸爸不是这样的人 风尘 你要相信我爸爸 我相信你 战事势那边 我一定会脱上处 没想到世界上真有修行症 风尘 对不起啊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没想到 你还辜负这么多 清月 柳柳 你可是真有眼光啊 我真心谢谢你们 爷爷那边呢 我会去解释的 谢谢啊 王晨 虽然曹家生不可能 但是我跟你一起接下来 哦 你接个电话 不是 你妈在我手里 不想她缺个不少肥 马上滚来进去 你要碰我母亲一根头发 碎石混沌 看来 你的确是在乎这个老太子啊 小船快走 你不要管我 我闭嘴 哎呀我第一个段 你老妈放我 行不行撤我来 跪下 小船不要快跑 不跪下啊 好 再给他点苦头炒成就行了 但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同源 你也有经验啊 你打断我的四肢让我痛不欲生 我就加倍的让你还回来 你反抗 儿子 你 你还敢反抗 是你太废了 啊 快把我媽放了 我都我嗆死了 趕快放給我兒子 把我媽放了 好子你敢 啊啊啊啊 快放了他我不想死在這 兩個大人快快快快給我兒子 你是蝼蟻而已 就死了 怎麼還不動手啊 我沒有你們兩個 馬上放開這個老太婆 你怎麼敢命令我們 你我是草双的人 你敢逗我 草双說過 看到過我們的人都得逗 包括 不 草双不會殺我的他 爸 看到了吧 這就是你們投課的草子 你們拼了啊 你啊 好了現在清靜了 董誠 跟我們走 否則還必死 你們就是曹家的修行者是嗎 當然 聽說你也是修行者 還很可惜 除了曹家 不准再有其他的修行者 我可以跟你們走 但是我有一個醫院 聽說你們曹家的修行者 都很有手段 我想試試你們手段 目之可否 好 好 我也想看看 你有什麼手段 老五 別掉以輕心 放心吧 把我們口球十餘 難道還收拾不了一個剛入門的家 他就打散了帶回去 岂不更省事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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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想 看 也無惡如此 下一場 要你的命 心事動重的來抓我 曹家還真是看得奇怪 哈哈哈哈 別擔心自己了 熱色部的專業 賺一下 賺 這個時候 他媽的已經滅門了 他媽的已經滅門了 哈哈哈哈 你快 別擔心 別擔心 賺 賺 賺 你 你耍大 半雕像的修行術 就別在這兒丟著閒 我弄死你 老陳 媽媽 我對不起你 是兒子年齡 媽沒事兒 你還要我 小程 你長大 你身上 你爺爺的眼子 媽 我已經得到爺爺的傳承了 我現在開始修行 修行術 太好了 小程 你爺爺說 這傳承 你就會離開 如果你沒有得到傳承 你就會平凡的過一輩 現在你就去做你該做的事情去吧 媽 你永遠 你永遠是我的媽 小程 你放心 媽會這種地方躲起 你一定要保住安全 媽 我兒子知道 爸 你快看 這是我在我姐房間發現的 竟然真的是她的兒子 這 爸 我姐怎麼能跟馮辰有婚約 別管了 別管了 你快走 趕緊找媽咪姐姐 帶她走 永遠不要為我報仇 現在還有人敢對付我們善家 我們可是攀上了第一世家曹家呀 要對付我們呢 就是 就是曹家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都是因為馮辰的身份 他不應該出現 他對付不了曹家 曹家 馬上就會知道他的身份的 快點 我都就來不及了 我都就來不及了 孫家族 你明天是要去哪啊 老樣了啊 不知來我善家 我何必敢的 你善家 你善家 我從從過天後來 該啥 我事情可不知道他的身份呢 人可多殺一千 別不放過一個 既然如此 咱們動手吧 爸 他們只有兩個人 我們 我們不能放棄 來人 來人啊 別喊了 全都死 來生 老爺有命 善家 金錢不留 請善家主 善落 風雪 若不是當年你心思手軟 我善家 也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 善 關 蘇萬老 想跟我曹家做罪 不想活了 我蘇家的人 早就吃飯了 你把老骨頭 活夠了 趁好 我請你一杯 好 我滿足你 我 你不應該來的 咱連盆熊死 我後悔了一輩子 我在眼睜著看著你死 我 有臉去見你的父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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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該忘記 與你這樣 好 講 至負 久 股沒大利 你要夠了沒 動手 你 修行者 歧乃恕 不自量力 我朝家的實力 其實你們這些奴隐能夠明白的 是嗎 是嗎 放蠶 原來沒動 廢物 小陳你怎麼來了 很快 你就會下去和他們一起去 什麼意思 小陳你快走 鬥不過慘的 蘇爺爺 你放心 這些人 還不被我怕死 無知小兒 有我曹家修行者這次 我考慑狂言 我考慑 快給我殺掉明白 所以 我已經得到了爺爺 極極曹家 無知可命 開口了 極力軍都會全下有力 領悟 都帥 撤去招命 你的事 都是曹家 想要得到修行術 才開始也不行 跟我無關了 曹家 都該死 我可以幫你對付曹家 我知道曹家的很多命 對了 還有你的親生母親 我可以幫你救出你的親生母親 一日 你便去踏通曹家 做你的親生母親 上路吧 你還要幹嗎 我買多錢 我在山書 我 以前的事情 你別提了 都是過去的事情 好 關鍵兄 後繼有人了 柔二有福了 柔二呢 我怎麼看呢 放心吧 我一定派人把親肉 柔二髒起來 這就好 這 這貨 你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 好啊 待我明日踏平了草降 我就教你 太好了 小天啊 明天你打算去迪都吗 不好了 手上有危险 那经典器不是 我明明已经买了 苏爷爷 这是子母鸡 有了也有一个 有了他 我们以最快的时间 找他啊 黄柴你快去救走走 好 我现在就去 姐夫我开车送你 好 哈哈哈哈 今日冬江 我两位小梅你想的 我不行啊 哎 哎呦 哎呦 哇哈哈哈 不要放我 恐怖我妈跟风车不会放过你的 你爸 风车 还叫死我了 可不然偷死 现在都自身难保呢 哈哈 你在撒谎 小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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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说 天生日啊 啊 天生日 玩一玩吧 慢着头上 我有话要说 话要说 老子快等不及了 不如我们两个一起 好走啊 哈哈哈哈 哇 哇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你很变态啊 一鸣二瘦 我喜欢 哈哈哈哈 你还吃个肉 我们是斗不过曹少的 因为我们两个一起打伺候 嗯 想尽荣华富贵多好 嗯 我全力 曹少 曹少 你把我绑得太紧了 好疼啊 给我们 松一下 嗯 你还怕我们跑得不成 就是啊曹少 我们姐妹两个一定会赐好你啊 这可是你拿手的啊 曹少 嗯 哎呦 你快跑 你几个火车 不要如此在这里了 你可能 我不是几个火车救你 去 我呀 你俩给我玩这套 你们还弄了点 今天 我就好好的让你们 当我的胯下摸岗 我这你在哪儿抱枪 你好呀 你喊呀啊 你喊我喊我也没人来帮你呢 先让老子把你们俩给吃了 老子玩玩之后 再让老子的手下 把你俩好好轮一轮 哈哈哈哈 来吧 哎别提会了 哪 木城你来了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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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别过来 再过来 杀他 呃 呃 你 我告诉你 我可是曹家的人 好吧 如果碰我的话 把整个东江都尽全不停 呃 屁 那我就让你去黄泉路上 曹家人开刀 不 你不能杀我 我不能死 不怪 不怪你是曹家人 呃 呃 你是曹家人 一路上 你爺爺他吗 你爺爺他嗎 放心 有我姐夫出口 苏大爷和我爸都没手 小陈 此去帝都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 我给他就是 封城我等你回来 小陈啊 放心去 我和康婷啊一定会保护 康婷 这是黑纹盒子里的通知内容 还给你 注意安全 你好大的胆子 单身闯不了家 曹洛港 当年 你杀死了爷爷 残杀我父亲 今天 替他们报仇 除了你曹家 及他们的在庭之邻 好大个口气 我们曹家现在几十个修行俩 我倒要看看 你在你父亲身上 学到了机场本身 你们曹家 学到的修行俗不过是皮毛而已 都是毛型 他们学了皮毛 那我呢 很吃惊 当年 我灭杀你父亲 你真以为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儿 我 我什么还对不起你啊 成臣 最后一程 我让你们 否则即日 我复灭你们 复灭你们曹家 在庭之邻 火 双神弄鬼 是吗 你 你到底 做了什么 爷爷 在庭之邻 在庭之邻 木了 妈 儿子来接你吗 破天哪 你看到没有啊 我们儿子 被你保重了 哈哈哈哈 嗯 啊 来来来来 你只管柔柔不管我是不是啊 我没有啊 你看来这谁不吃谁不吃 这还有还有哎 我要吃啊我吃啊 我也要吃啊 我也要吃 我那我吃 我要吃 我就要吃 你 你 我 好丝啊